我们继续看 这里讲到 这个五蕴的生起 基本上苦的聚集 通常都是我们对境界的不如实观察 因为没有内疾其心 心不平静 心不平静就是 我们有习惯性的反应 跟错误的观念 那么这些错误的观念 习惯性的反应 我们的心就习惯以烦恼 来处理事情 来看待事情 那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那么第一次的苦 也许是别人造成的 就是说你也可以这么说 是由于某些人 某些事某些物 造成我受苦 但是让你一直 就是让你受苦的 也许是某一个人事物 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某一个东西 但是让你一直受苦的是你自己 就是说 在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事 他对你的苦 那么影响其实是有限的 他没有办法一直让你受苦 一个人再怎么厉害 没有办法一直让你受苦 一直让你受苦的是你自己 因为你就算 你就算24小时都跟他在一起 他也不一定能够一直让你受苦 何况 他只是一个因缘让你受苦 那么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 你再不到见到个人了 但是你的苦还一直延续 所以 或许别人让你受苦 但是只有你自己 可以让你自己一直受苦 那当然有智慧的人 第一支箭就不受了 第一支箭就不受了 那么没有智慧的人 第一支箭受完了之后 第二支第三支第四支 都是自己设自己的 所以没有人可以让你一直受苦 除非你自己 那么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没有人可以让他受苦 但是我们的智慧 还没有到那个层次 我们的心总是有烦恼 我们有过去的业 我们有过去的不好习惯 所以我们一定会因为 我们的缘 恶缘恶因恶业而受苦 但是我们之所以有希望 因为我们是向上向上向解脱的 我们可以离苦 我们可以离苦就是因为 我们掌握了方法 我们修正了观念 所以当我们的观念 导向正确的时候 会让我们的行为也慢慢的导向正确 那么常常这样训练 就变成一种好的习惯 这种好的习惯 就会带来比较深刻的影响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们之所以有比较不好 就是比较深刻的苦 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那么这个不好的习惯最主要的就是错误的观念 所以正见正思维是在前面的 然后就影响正与正业正命 其实就这样了 然后就让你的心更具有正念跟正正定 那么依你这个正念正定 那么再慢慢修正你过去的这些错误 调伏你的烦恼 控制你的烦恼 最后你就能够断除你的烦恼 其实佛法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你了解的其实真的也没有那么难修 那么很多人都觉得佛法很好 但是很难修 佛法我知道 但是就是做不到 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 那其实你这个观念也是错的 那么你认为什么叫做到 做到像佛这样才就做到吗 那不可能吗 那这样谁也做不到 不要说你做不到 普贤菩萨都做不到 他还没成佛吗 他要再成佛还要一段时间呢 还没那么快呢 等觉菩萨还没成佛啊 他还有一分无名 他还要 他等觉菩萨至少还要 如果在道立天的话 多算天啊 多算天再下来 至少也要几千年了 那但是我们算还要几亿年了 但是就是说至少还要很久的时间了 他也不是完全做到啊 他还有一分无名嘛 那么凡夫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什么叫做到 从基础开始做嘛 这个奴家也有讲啊 这个有人问孟子说 人人皆可以为遥顺 就好像佛教讲的啦 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一样啊 奴家是讲人人皆可以为遥顺啊 这个是真的吗 真的啊 可是 那个文王 武王周公 遥跟顺那么厉害 他们留下的那些 他们的典范这么好 他们修行这么好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吃饭而已 我怎么样成为像奴跟孙那样的人 没办法啊 那个圣人那么好 我怎么样有办法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他说 又不是叫你辖泰山以超北海 这个你就做不到 如果让你辖泰山以超北海 这个叫做超过你的能力 超过你的能力的事 那当然做不到啊 现在你要从哪里开始做呢 为长者责之做 这个长者需要一个树枝 你去帮他折 这个你做得到吧 如果不困难吧 就从这边开始做 从简单的开始做嘛 叫你都不要有烦恼 你做得到吗 我也做不到 我跟你讲 就等觉菩萨也做不到 他还有一分无名吗 好 那么 出国二国三国的 他还有烦恼啊 也做不到 叫你都不起烦恼 没有人做得到 但是 叫你起烦恼的时候 控制烦恼 你做不到吗 可以啊 怎么会 怎么 怎么 你 你要打人的时候 你想说 这一打下去 会被抓去关 你不是就克制住了吗 当然有些人也克制不住 你要偷的时候 一想 我偷了这五百块 要去关五年 你要吗 你也不要 那你不是克制住了吗 那你为什么能够克制 思维它的过患吗 不就是这样吗 那么 所以他也是叫你思维它的过患 那么 你从最基础的开始做 叫你持五戒 不杀生 先不杀人 你做不到吗 做得到吗 就叫你不杀人 你怎么做不到 从这些开始做 五戒 十善 慢慢做 他又不是叫你 他又不是叫你一步登天 修行从来就不是 坐电梯 我要到九十楼 按九十楼 嗯嗯嗯嗯 到了 没有不是啊 修行就像鲑鱼要回流啊 他要逆水而流啊 要往上冲啊 中间还有熊啊 鱼啊什么一大堆在等着他咧 那么 那么一样是怎样 所以进进退退进进退退 但是 不管就算是退 你就算是被水冲回来 被烦恼冲回来 被业力冲回来 被二远冲回来 你还是向着往前的姿势去的 就算你退后 然后你心保持的姿势也是向前冲的 即使是被他吹到退后了 那么你就用这样 那么不断不断的往前进 其实慢慢就做到了 这奴家讲的吗 死则勉强吗 中则太难吗 那你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的 不叫你一下子就做得到 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却好像说 哦 这么厉害我都不会 没有人叫你像他那么厉害 他是告诉你 我这么厉害我开始是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 他只是讲他的境界 你不要把佛菩萨的境界 拿来好像我们读了三本经之后 就要有他的境界 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慢慢依据你的情况 依据你的情况 你现在这本杂案间 每一个字 百分之九十九的字 你都看得懂 那是怎么来的 你出生就会的吗 不是吗 你从国小 国中 高中 这样慢慢慢慢看 那你学佛知道这个意思 也学了多少年 学了至少 现在你到你现在看得到 这中间累积了四十五十年的知识 那么就算学至少都要学十几年 从国中高中 初中 国小初中高中 至少九年 那么你才知道这些字 一样啊 那你要练习 要调伏环老 也是要好几年 单单要控制 控制你的烦恼 让它不延伸 不扩大 不相续 延伸就是 扩大就是 先讲延伸 延伸就是 本来你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 结果你迁怒 那么就把你的怒气发生在 发在别人身上 这个叫迁怒 就延伸了吗 本来是这个人让你生气的 结果你回来骂你太太 骂你小孩 骂你先生 提你家的狗 反正摔你家的花瓶 反正他们 反正这个是你初期的对象 这个就延伸了 那你把昨天的烦恼 带到今天来 今天的烦恼又带到明天去 这个就是延伸 就是你先做到 这个烦恼不延伸 但是当然也不容易 所以你要先控制 控制让它不扩大 那么可以的话 让它不延伸 不一直延伸 相续 然后你会加重 本来是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越想越不敢越 这个就加重 烦恼加重 那么时间 时间就延续相续 今天带到明天 昨天带到今天 那么这个范围就扩大 就颇及到不相干的人 那 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做得到 孔子的弟子 孔子的弟子 有那么多人 号称有三千人 其中有七十二个闲人 七十二个闲人 其中只有一个 做到不迁怒不恶过 就延伸 只有延伸做到不迁怒不恶过 其他的也做不到 所以也不是 但是每一个人都尽量在改过 他想办法改过 但是要不饿过老师 单单不饿过这一点 如果你用心的话 也要修很多年 真的 不饿过不容易 老实讲我也做不到 要看是什么 看是什么过失 但是所有的过失都不犯第二次 这个是不容易 这个很不容易 但是也不是叫你每一个人 都像他这样厉害 那每一个人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 看着你自己 比较 比较有力量的这一部分 比如说你比较慈悲 怜悯心比较重 忍辱心比较强 不失心比较大 每一个人不一样 或是你比较严谨 持戒 持戒持得比较好 比较严谨 或是你比较大方 很容易不失 反正就每个人不一样 你发展你特别厉害的那一块 让他继续 那你不厉害的这一块 学习 努力学习就好 学习多少就是多少 那么你只要这样做 这个就是精进 这样就叫做精进 以身恶 未身恶 以身散 未身散 不过就是这样吗 所以你抓住了这个很难吗 其实也不难啊 老实说 难是因为你想一步登天 你觉得一触可击 就是你现在就可以了 至少不用很久 好像这一辈子就要成佛一样 我告诉你 你不要有这种观念 成不成佛 成不成佛是我们的心愿 这样成不成佛决定在什么 决定在你 你的这一种因缘 有没有成熟 就是说 你只要累积成佛的因缘就是了 那这些就是成佛的因缘嘛 诸恶末座 众善奉行 这个先做 所以三步嘛 第一步诸恶末座 那什么叫做恶 有大恶有小恶嘛 那么严重的恶先不要做 这个不就是杀到一万吗 五戒嘛 所以三规 是你先有一个态度 为什么学佛一开始叫三规五戒 三规就是你先确定好 你的方向 我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身 我向佛学习 依法修行 以身和合 就是作为一个 优良的佛弟子 就是你 你跟着大家一起向佛学习 那么这个就是 你先确定你的方向 确定了之后 第一步是什么 就五戒嘛 就很简单 这谁做不到呢 做得到 那你说 那不杀生 那么你一定要讲到 连杀心都没有 那杀心都没有 那这个没办法 你先不要做到这样 先做到身口 那么你没有严重的过患 那么杀生 最重要的就是根本界 叫做不杀人 它有根本嘛 有枝末的嘛 根本是不杀人 以不杀人 为最低标准 之后 那杀那些动物 也是一样 那杀动物里面 又以不杀这一些 比较大型的 这些猫啦 狗啦 蛇啦 这些 那其他的那些 很昆虫很细小的 有时候你注意不到 那么你尽量 尽量 就能够做到 如果万一做不到 就忏悔就是了 就慢慢学习 一步一步 所以它是一个向上的 偶尔会犯错 可能常常会犯错 但是因为你有在注意 你犯错的次数会减少 那么犯错的程度会减轻 那么你就会慢慢慢慢 看着自己进步 真的就会这样 这个时候你的信心 就会加强 那么你会更努力 所以信才会造成精进 你如果没有看到自己在进步 你那种信心就没有 你那个动力就起不来 不积极 所以你老是觉得 好事好 就没办法 学佛好事好 我们就是烦恼凡夫 做不到 佛法好事好 就没办法修 是不是可以修的 那么你就是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走就是 你也不要好高物远 就是说觉得理想定的那么高 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没有错 理想是要这样定 但实际上不是告诉你 一下子都要做到 没有的 没有 你就慢慢学慢慢学 努力 努力往这个地方去就是 所以也一样 很简单 那你烦恼来 叫你都不起烦恼 哪有可能 不可能 起了烦恼 你去观察烦恼 不行吗 可以 所以我们就讲了 你受苦的时候先观察 这个苦到底怎么生起的 先把它拉回到受苦的地方 就是这个身体 那么主要是这个心 心在受苦 心到底是怎么受苦的 他怎么认知这个苦的 他是有哪些地方感有这个苦受的 然后你再进一步就是知道这个苦是怎么形成的 先知道苦是怎么形成的 然后就发现到从苦怎么形成的你就会发现怎么样让他没那么苦 一样是这样的 那么苦消失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样苦不见 苦消失 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到苦的生灭 苦的生灭 这要一段期间 那么看到了之后 你再进一步去看 因为有生灭就代表它是什么 它是无常 你再看到那是谁在受苦 先看到苦的生跟灭 急跟灭吗 这里讲了吗 急跟灭 然后之后你再进一步看 是谁在受苦 那当然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 内疾其心如实观察 养成习惯了 养成习惯这个时候 你的心就很有力量 不管你想什么 都会想得很透彻 不管你看什么 都会直接看到那个关键点 真的 那么这个时候心是有力量的 你要控制烦恼就可以控制烦恼 那么再进一步 烦恼还没升起的时候 要升起烦恼之前 你就把它怎么样 截断了 就是说还没 你知道要升起烦恼了 你就已经做预防 让他不升起烦恼 更厉害的根本不会有烦恼要升起 不会有升起烦恼的这种现象 那么好一点的就是 烦恼要升起的时候 火刚要烧起来就把它灭了 所以最厉害的是预防 佛法最厉害的是预防烦恼 就好像真正厉害的是 烦恼不起 那么好一点的就是 起了烦恼之后 水 刚起烦恼的时候都不大 老实讲 那个是养大的 烦恼是养大的 相续吗 延伸吗 扩大吗 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 你没有注意 一下子 一下子 就大起来 那个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灵 就是这样 开始就大了 但是你有注意 他没有办法 不会给他很大 你控制住了 通常是一开启 你就可以灭带他 但是如果没办法的话 至少你可以控制他 控制好他 那么最厉害的 佛法最厉害的 佛法最厉害的 就是不起烦恼 不起烦恼的能力 所以阿罗汉是没烦恼的 为什么他没烦恼 烦恼的根本断掉了 我爱断掉了 他哪里有烦恼 他烦恼的根本断掉了 那我们当然没办法 出国二国三国都还没办法 出国还有贪嗔痴 你看 还有贪嗔痴 只是他的贪嗔痴 被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 他如果没有控制 他也会剁三二道 对不对 他一定会剁三二道的 为什么他决定不剁三二道 因为他养成内极其心 如死棺材的能力 就这样而已 他烦恼控制住了 他有那一种 他有那一种烦恼神起 他马上知道的能力 这是他的心明白吗 他能够有觉察烦恼的能力 那因为他很深刻的知道 这个烦恼是个过犯 虽然没有办法断除他 但绝对不可以给他延伸扩大相续 他有这个观念 而且这个观念根深底固 那一般的凡夫就不是这样 起了烦恼 要让自己的烦恼无限地扩大 我怎么可以放着这样被人家欺负 反正他越想越生气 他就开始设计 寂寞 我一定要让他体会我受的痛苦 十倍以我的痛苦 通常都是这样 这个心我以前也有过 真的 那么你不知道无形之中 你就不断地延续 一直延续 所以为什么那个恨会恨一辈子 为什么会迁入 延伸到 波及到不相干的人 为什么境界都过去了 你内心的恨 内心的苦过不去 为什么 没有如实观察 没有内极其心 就是你没有这种观念 但是我们佛教徒有是有 但是这种观念也不深 因为听一听就忘了 你不会把它牢记 因为你觉得 这个我用不到 反正用不到的都丢在旁边 以后要找找不到 想不起来 真的就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 这个就是我生命中 必须要的 它跟我的呼吸一样 那么重要 呼吸 你可以避个一分钟 你多避几分钟 你就死掉了 对不对 你不可以站 就好像吴家讲的 一顿饭的时间不能离开 离开一顿饭的时间 它就糟糕了 无忠实之情为人 你一样 你这个 你偶尔会思念忘念 没有错 会忘记 但是很快你就找 你就找回来 就好像你呼吸很辛苦 你马上就找一个 有呼吸的地方 要去呼吸 你必须把这样的观念 深深的记住 所以要你意识 就是这样 你能够深深的意识 这个就叫做陀罗尼 陀罗尼 那你这个陀罗尼 你不识 你当然识那些 你都不知道有什么意思的 那么你能够这样做 我告诉你 你第一个 前面的两步 你一定做得到 就是第一个 你心常常会觉察烦恼 就算偶尔思念忘念 思念忘念 你也很快会找回来 真的 那个是很深刻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 你开始有力量 因为你只要心有觉察就有力量 你开始会控制烦恼 你可以控制烦恼 真的 只是说你还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你可能对它没有奈何 但是你不会让它延伸 不会让它扩大 就好像 就好像这个消防员 森林大火太大了 它根本灭不了 也没办法控制火事 但是它会把 会把旁边 会燃烧的全部都是砍掉 让它不会延伸 不会扩大 它就控制在这个范围里面烧 就这个范围给你烧 烧完了就没有了 有时候我起很大的烦恼 也会这样 就好 就控制 就给你起烦恼 在这个范围里面不要超这个范围 因为你没办法 压制不了 压制不了怎么办 好 我就画一个范围 给你起烦恼 好像我的心不是我的心一样 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 因为你越压它反弹越大 你越想压它 它也压你 真的就好像在作战一样 真的就好像跟烦恼作战 跟烦恼作战 一开始多数你都是输的 所以祖师大人也讲 如一人以百人账 那个烦恼不是一个人出来 它是一群烦恼出来 一下子这个带那个 大概他想一下 想这个 想这个想一想又怎样 就非常多 那么过去的 现在的 那么其他有相关的 全部都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就心很乱 那你知道不可以 但是你又不甘愿 那你一想之后 你又觉得不可以 反正就在那边挣扎 挣扎 但是你心里面很清楚 你心里面一定要了解 它也是一个现象 那么你现在的心没力 所以等这个烦恼进过去 你要好好培养你的力量 就是常常心静下来 那么一有小境界的时候 你就要观察 你不要小境界的时候 你不观察 等到大境界的时候 你才来用 我告诉你 你不会用 你都没有训练过 所以小烦恼的时候 你就要学会 怎么调腹 怎么控制 怎么观察 因为小烦恼的时候 你不在意 你也没有试着去控制它 那不要管 那人自己就没了 我告诉你 不会 它会潜藏的 形成一种力量 势力 在下次的时候 再马上跳出来 所以你只要慢慢这样学 很难吗 其实不难 老实讲 但是需要时间 需要耐心 你掌握了这个方法 你只要时间就好了 你活得够长 其实也不用很长 你活多久 它就是训练到多久 下辈子接着 但是你有足够的时间 那么你常常训练 常常训练你这颗心 就是训练你的心而已 修行就是训练你的心而已 你不要一下子就觉得 酸腿盘起来就要入念盘 那个没那么厉害 没那么厉害 就一切苦都不受 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你有苦知道有苦 所以一开始是有贪之有贪 它不是告诉你 有贪要变无贪 没有 没有人有那种能力 有贪之有贪 也是有贪 然后要怎么样 要控制贪 要调服贪 最后才能无贪之无贪 但是都在知的状态 都在明摆的状态 要先了之 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你无知 不知道要控制 不知道有烦恼 不知道烦恼要控制 不知道烦恼要怎么控制 问题在这里 知道了就好办 接下来就是无力的问题而已 就两个 一个是无知 一个是无力 如果还有那就是无奈 因缘不好 被逼着 被逼着要去造业 起烦恼 被逼着的 你知道不可以 你自己也不想做 但是你就没办法 这个是恶缘的问题 这个叫做无奈 偶尔也有这种情形 偶尔也有这种情形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无知 再来就是无力 想要做到 但做不到 这个时候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力量 就是你要修缮 要常常意念佛法 要诵经念佛 这些是培养心力的 培养心力的 但你不要以为这一些就可以断除烦恼 不是喔 不是喔 是让你的心有力量 那意识佛法 那么常常起观照 如实观察 在任何的一个 在你要保持掉 在任何的一个状态下 你都能这里讲的内极其心 如实观察 那平常有没事的时候 你要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训练这种心 这个时候不训练 你等到有事的时候 那个心起不来 那个心起不来 你说那个时候要来内极其心 急不了 只有内乱情心而已 没有办法内极其心 那么如实观察 观察不来 你只有虚妄分别而已 颠倒妄想而已 没有办法如实观察 所以平常你就是要给自己时间 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那么你要精彩要这样 那么但是你做这样的目的 你要知道 你要很深刻 是我在面对的境界的时候 有这种心 你不要打坐的时候 普团上坐的时候 在禅堂坐的时候 内极其心 一从禅堂出来 那个内极其心就留在普团上面了 没有带出来 后来就 事前起来一样乱 就我看过很多 我以前去一个道场 他们是禅修的 一天做 做多做十几只香 那很厉害 基本上就在禅修 那个法师公园很厉害 但是他没有把这种道理讲清楚 所以他们有分两派 他们那个执事有分两派 一派是那种 也是像知客这一派的 一派是好像是他们当家那一派的 他们是那这两派打坐的时候 大家眼光比比关心 不打坐的时候 大家斗来斗去 斗真的很厉害 我说你怎么打坐 打坐坐到这个样子呢 可是他打坐都是有模有样 可是一起来就很容易争辩 因为他们互相有敌视 所以变成一有状况 这一群人跟那一群人会互相斗争 那么说你这样打坐到底在做什么的 打坐最重要的就是心不动 不为境界所动 那心为不为境界所动 不是说没有境界的时候我心不动 有境界的时候 就像地震一样 天咬地动 哪有这种的 那这种打坐有什么用 这种打坐没有用 就好像说 我说你诵经也是一样 增长智慧的 那诵经里面是跟你交方法的 像阿安静这个也教你方法 你打开这个经典念的时候 每一个字都会 解释你也会 合下来 问题来 你什么都不会 你观也不会观 想也不会想 做也不会做 你还是照你错误的方式 去想去做 那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所以你了解了这个 了解了这种 就是说 我们读经 我们打坐 来自我们持戒 我们念佛 你都了解 它目的就是 让你这个心清静 叫三月清静 身口意清静 它重点是这样 那真正的清静 就是什么 没有一丝的烦恼 叫一丝不挂 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就无有恐怖 恐怖是什么恐怖 生死的恐怖 那么生死就有苦 就没有苦 成人才能够度一切苦恶 那么你有挂碍 就是你的心有直取 所有的直取 都会成为挂碍 你挂多久 那么这种 你发现了之后 因为我们的境界 其实是很多的 那么你不担心 没有境界 有时候境界太强 跨不过去而已 但是如果你经常在 你经常就是 学习佛法 那么发善心 造善业 那么结善缘 那么除非是过去的 恶业成熟 不然不会有什么 太大太不好的境界 不会有 你像在天人 天人没有什么 太大太不好的境界 都是好境界 那么但是 因为我们不晓得 我们过去一生 曾经造过些什么 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 突发的 不好的境界 但是 是 勿示敌之不来 是 无有以待之 就是 你不要说 烦恼都不会来 这二业二业 不会不怕 不要说 都不要有苦 不怕有苦 就怕你不会应对这个苦 不怕有敌人 就怕你自己实力不坚强 我自己有实力 我实力很坚强 什么样的敌人来 我都不怕 我不是在等待敌人来 我不怕敌人来 你来了 我还是这样 就是说 我的心 不受烦恼影响 什么样的烦恼来 都影响不了我 当然我们一开始 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但是我们一开始 要做到的时候 什么样的烦恼来 我就什么样的方法去对付它 他这个原则基本上就是 不外乎就是这样 内极其心如实观察 他基本上就是以这个为原则 然后看清楚 这个苦的生气 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然后知道它的因 就能够找到灭它的方法 就知道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是由病毒形成的 你是被什么样的蛇咬到 那要注什么样的血清 先弄清楚 你都不晓得是被什么蛇咬的 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 找不到方法 那么一样 你都不晓得是什么病 所以要先去检查 检查是什么病 用机器检查到底是什么病 造成你这样 才有办法对症下药 如实观察 其实就是找出那个因 就是这里的疾 就是这里的疾 凡事皆有因 没有那个没因的 那讲清楚的不只是因 是讲因缘 那么真正的 真正的主因 关键的因 在你的心 那么这一点你确定了 那么其他的都好办 因为你虽然外界也有那个缘 但是主因在你身上 所以你不能够忽略自己的因 那么一直去解决外在的因 内因外因 我们叫内因外缘 那么你不能够忽略 也有你内在的业 引发这一些外在的缘 那么产生相应 那么让你现在受苦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 你必须要受的苦 那么你这个苦受完了 你不再生起新的苦 那么你不再生起新的烦恼 你未来受苦的机会越来越少 因为没有那个因了嘛 那么你知道了这个道理 渐渐渐渐渐 不管你会受多少苦 你都不会埋怨 你也不会在苦上加苦 通常我们都是苦上加苦 本来没有那么苦 越想越苦 就会把它扩大 然后把它延伸 然后相续 反正就是这样 延伸到不相干的人身上 那么从昨天相续到今天 从去年相续到今年 就会这样 那么这个是最大的错误 那佛法的教导 除了并不是说 就我们在这边 观无我 我们就正无我了 不是 我主要是我见我爱 我见是错误的观念 我爱是错误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 那么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绪情感 因为有情就是两个 有情事跟有情爱 主要是这两个 有情事就是了知任别的这一部分 是错误的 它就形成很坚固的我见 那么我见 它有分别我见 聚生我见 聚生我见是 你与生俱来的 你这一世来投胎 你就带着我见来的 那个是根深底固的 但是根深底固的我见 越来越坚固 是由于你分别我见 这个分别就是由于你的意识分别 那么去增强 巩固你的聚生我值的 那么由你的聚生我见 再来影响你的分别我见 就这样 所以自私的人越来越自私 除非他经过观念上的改变 那么一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学习佛法的人 聚生我值是有的 分别我值也是有的 但是透过我们正确的观念 正见正思维 这种分别我值 透过我们观察 所有想前是无我 那么慢慢慢慢减少 这个分别我值的力量 因为你的分别 你的意识分别 是明相应的 那么渐渐减少 那么行为上 那么不以我爱为取向 观念上不以我见为取向 渐渐渐渐 这个我爱基本上是先从 五欲的贪爱 欲贪的贪爱开始受 那么我见是先从分别我见开始下受 由虚妄分别而取的 这种这种慢慢减少慢慢减少 你还是带着我见的哦 你是带着我见 再破除我见哦 但是这个是顺理解脱的嘛 就好像你是用 你是用有我的观念去证无我的 其实你带着有我的观念去了解 但是你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观照 观照剥落证十项剥落 那么十项剥落是无我 但是你在还没证十项之前 你是有我的 但是你的方法是顺于无我的 所以你虽然还是有分别 还是有烦恼 那么你带着烦恼在除烦恼的 但是因为你的方法是对的 你的观念是对的 烦恼会渐渐减少 所以它就会产生 明显意见的 烦恼的时间会缩短 烦恼的程度会减轻 烦恼的次数会减少 它一定会有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就表示 这个就表示你向解脱了 它就表示你向解脱了 有贪之有贪 然后接下来就是少贪之少贪 所以三果 三恶果 正出果它观念正确了 它就是做饱贪秤吃的动作 那我们不是等到正出果才来饱贪秤吃 我们要先控制贪秤吃 是这样 我们的饱对他们来讲 还是很粗的 他们的饱对我们来讲 是根本就没有的 但是出果还是有的 佛陀实在很多在家人都是有出果 正出果的 他还会生气 他还会埋怨 他偶尔也有嫉妒 会的 对无意的懒卓 但是他们不会太懒卓 就是他那个情况不会很严重 他控制住了 所以二果就是做饱贪秤吃的工作 三果才把诚心跟对五欲的懒卓断掉 三果才把诚心跟五欲的懒卓断掉 那么容易吗 不容易 但是难吗 其实也不难 其实也不难 所以你就是慢慢做 而且你有心做 重点是有心 坚持 有猛心意发 恒常心难辞 重点在这里 就是 那通常是因为 你看不到效果 你就会退转 发心 发心其实不难 但是有些人发心也发不起来 但是你要坚持不退转 那就很难 所以你看金刚经 第一句话就是 发阿妞多能三秒三菩提 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妞多能三秒三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因云合住 因而相互其心 我怎么样可以不退转 你发了心 那么你一直要安住在这个菩提心上 容易吗 不容易啊 偶尔遇到境界就会退转 甚至有些人一退 就退到什么 十万八千里之外 连佛都不信 真的会这样 不要说不休 最常见的 我再也不要去 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 甚至连佛都不败 那么他会退 你怎么样能够 不要说菩提心 那么你退到出离心 我告诉你都很殊胜 但是你会退退到 你根本 你根本那个善心都没有 他有一个很重要 另外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心一直保持在这种状态 你出发心的状态 我要成佛 菩提心是成佛嘛 成佛是什么 为了度众生 这个是菩提心 那我们阿安经里面讲的是出离心 是出离烦恼的心 是离苦的心 出离三界轮回 六道轮回的心 讲的是出离心嘛 你要解脱嘛 那你怎么样让你想要离苦的心一直相逊 而不会退载 因为就是你有看到效果嘛 你有方法 有正确的方法 而且依这个正确的方法 你看到 好像可以到 那么你用了很久 你用错了 用错方法了 用错心了 你用了几十年 你都看不到效果 你那个信心就会减弱 那么你一遇到境界 你可能就退转 所以他发心之后就有两个问题嘛 第二个 怎么样让这个心一直相逊 不退转 那么如果会退转 我要怎么办 再来一个调伏 这个要退转的心 云和相辅其心 他要怎么样 如果我的心不能保持 第一个要怎么样才能保持 第二个 我的心不能保持 不能保持像解脱 不能保持像成佛 那肯定是起烦恼了 是不是 那或是观念错误 那我要怎么办 才能够降服这个心 那我们现在讲的不够就是 那么你苦啊 你要离苦 可是越想离苦越苦 那么用尽方法又离不了苦 你会不会退 会啊 会退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要回头过来 想一想 方法正不正确 那么一定出在 一定 因为有因有缘嘛 烦恼也是有因有缘 痛苦也是有因有缘 不痛苦也是有因有缘 这个就是流转 缓灭的缘起啊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 弄清楚了 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事啊 真的 那么这套方法 都有用 苦其灭道的方法 通于一切法 没有离开这个 就是缘起似地 中道 无我 不离开这个概念 缘起 就是似地 缘起似地 就是中道 缘起似地 中道 就是无我 那么你了解了之后 它是一个方法 有因有缘是间急 有因有缘是间面 那急 有因有缘 世间是苦嘛 世间是苦 有因有缘 苦会产生 好 那么重点是 因是什么 缘是什么 最怕就是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借进取 见取借进取 一般我们讲 见取借进取 但简单讲就是 借进取 断三解就是断借进取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你找到的因 不是真的因 就好像以前的人 瘟疫发生 他去找原因 为什么会有大瘟疫 因为有瘟神 所以要怎么样 要除瘟神 所以才有那么多宗教 仪式都是要除瘟神的 对不对 用种种的方法 要除瘟神的嘛 可是 那个不是因 可是你非因既因 你就一直发 那偶尔 那个业没有了 走掉了 刚好你举行一个仪式之后 业走了 业受报完了就没有了 你就以为这个仪式有效 你就以为这个仪式有效 然后后来就年年 每一年都举行这个仪式 那么遇到有瘟疫的时候 特别举行这个仪式 所以以前的皇帝 以前的皇帝只要发生 只要发生天灾 都什么 文武百官率宁 祭天 祭神 都用这种方式 那我们的佛教徒 一样 发生什么事情 拜佛 拜菩萨 念佛 念菩萨 就要消除 跟印度的婆罗门教一样 你觉得拜佛比较殊胜是 拜佛比拜神殊胜 拜观音菩萨比拜妈祖殊胜 但是 结果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你说他们不灵感吗 我告诉你 他们也灵感 鬼神确实是有的 而且他也有能力 确实是有的 你召唤他 他也可能会来 那么你贿赂他 供粮他 他也会看在这一些 或是你信他 他也会看在这个面子上 他也可能会多少会帮你 也有实际上的帮助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他还是救你的状况 医生要救人 确实也可以救到人 那么越厉害的医生 越能救到人 但是 你的福报进了 受命进了 我告诉你 医生 医生 他是 你不该死的时候 他可以救你的命 你该死的时候 他怎么样也救不了你的命 真的 所以 从这个根本上来讲 你说 医生帮不到人吗 可以啊 现实上 一般的人都可以帮其他人 鬼神也有力量 也有 真的也有 天人也有 但是实际上 还是要救你本身的状况 你本身不健全 谁都帮不了你 那么你本身健全 你不需要任何人帮你 真的 你自己有力量 你不用人家祝念 你自己没力量 1250个阿罗安来祝念 你都要堕地义 我告诉你 真的 要不然 提伯道都要堕地义 佛怎么不找那些人来跟他祝念 眼睁睁看着他的师兄弟 堕地义 好吗 眼睁睁看着他的徒弟堕地义 好吗 有慈悲心吗 没有啊 如果他能 他为什么不来 叫大家来用神通 为什么不拿一个习仗 把地义敲开 把他救出来 我告诉你 没有啊 没办法 只能够从他的内心叫他忏悔 减少他的恶业 他会堕地义 他会比较早出来 所以只能够这样 从他的根本上下手 这个就是佛法厉害的地方 自根本 从因 苦极灭到 从苦因下手 你要在苦果上下手 也不能说完全没效 但是有限 有限 那么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那么所以 方法一直都是 祭祀万人 透过念经 念佛 念咒 拜佛 拜经 那么拜菩萨 那么希望能够免除 他的一切痛苦 你没有从苦因下手 苦因并不是你没有拜佛 所以你受苦 如果因为你没拜佛 所以你受苦 现在拜佛补回来就不受苦了 那么这个就是符合因果 这个叫做符合因果 因为你没拜佛 因为你没有喝水 所以你口渴 现在你喝了水 你不口渴 这个叫做符合因果 那因为你口渴 是因为你缺水 那缺水是因为你长期不喝水 好 那么 或是你晒太阳流太多汗 流太多水 或没有补充水 那么 问题是你少缺水 所以你的因是没有水 你要喝水就好了 那 可是 可是你不懂的这个道理 那么就好像说 你的苦并不是你没有拜佛 那么你受苦的 那么拜佛可不可以减少你的苦 可以 但没有办法灭你的苦 因为你在拜佛的时候 你心虔诚 你不会烦恼相续 至少在念佛 拜佛的时候 没有烦恼相续 那一部分的苦没有 那么你没有拜佛的时候 你越想越苦 越想越苦 它越来越加重的嘛 至少在那个时候 你的苦不加重 你的苦不加重 那不加重 它的因缘不成熟 它可能不会马上受 它会延缓 因为它没有成熟嘛 那你的心一直在这个地方 它会让它的业 让它的缘一直成熟 它会马上受苦 但是因为你在念佛拜佛 所以 所以这个心 造业的心 那个缘就没有了 舒占了 所以它就停起来 停止在造业嘛 停止造业嘛 停止起烦恼嘛 此心此业此缘 那个心停了 那个业跟那个缘停了 但是有没有消除 没有 它只是放在那里而已 比喻力来讲 这个 这是 这是一个 一个水袋 那这个一个水缸 这个水缸 能够承载 五百公斤的水 超过五百公斤 它会破掉 好 那么你现在 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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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 每一个念头都是一滴水 那么很强的恶念 就是一大桶水 那么维系的恶念 就是一滴水 这样滴 这样滴 好 那么你这样滴的时候 这个是恶 如果一个水缸 是五百公斤的水 超过五百公斤 它会破掉 因为压力太大 那个叫做 夜果成熟 那它就要瘦 那么你滴到 四百八十公斤的时候 你开始 人家告诉你 你拜佛念佛 夜会消 你这个时候 开始拜佛念佛 这个时候 心不再造恶念 那么 它已经快破 但不会破 你看着要受苦了 不会受苦 为什么 因缘还没成熟 因缘还没成熟 等到你这一段期间 哇 那你还要 因为本来要死不死 或是本来要怎么样 后来没有 那么你就很努力 修善行善造恶 那个恶愿 那都停在那里 即使阿罗汉 他夜果成熟 他都要受报 阿罗汉自己夜果成熟 都要受报 你说 你的夜果成熟 你念佛菩萨就不用受报 他们不念佛吗 阿罗汉赐加摩尼佛 当时在讲 都是他的师父 他也念 对不对 你说他可以不用受报吗 也要受报 那是因为你念佛的时候 你把那一些 让那个夜报不成熟 你忏悔的时候 让那个夜报不成熟 只是这样 但是你不晓得这个因 等到过了之后 你以为没事了 你就开始照页了 一下子又来了 因为什么 你只要剩下20公斤 他就破了 就现前阿 那么你就会 这个时候你再念 因为那个时候你再又念 念15公斤 剩下5公斤 又没有啦 你又觉得感应 有感应 有感应阿 没有啦 状况又解除了 那么 又好啦 剩下5公斤 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就不敢应了 因为只剩下5公斤 多5公斤过去 他就成熟了 就开始受报了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 佛不敢应了 观音菩萨念了不敢应 换念什么 换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念了觉得 又好像威德力不够 会念药师佛 就是这样 这很多众生的原因 那么显教修的 觉得力量不够大 修密教 所以很多佛教修都是 常常在这种状态 这个就是非云即云 解决的方法 那个道不是正道 因为你那个急 那个因你没有弄清楚 没有如实观察 所以你解决 解决这个苦的方法 叫做道 就非是正道 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现象 叫做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你就会认为说 这样就能够解决 这样就能够 你只要好好念佛 好好拜颤 好好拜经 所有的痛苦都会解决 不管是什么痛苦 你就会有这种观念 为什么 你曾经有感应过 可是你要知道 这种感应 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样子 就我们说 举个例来讲 究竟不是缺语吗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都在骑语 你知道吗 那么每一个道场 我就看过有一个法师说 哎呀 他们 听每一个人就举行骑语 后来真的下语 当然 这个如果气象举合 就是他们造语的公论 那佛教徒就说 每一个道场都是他们骑语的公论 龙王听道 然后 有些人还念什么 什么骑语经 这很多 听到了 感应了 那么每一个人 每一个道场都觉得他们念经有感应 当然 这个是 这个是集合善心 也是好事 集合善心 但是你如果认为真的是每次没有语 那么你起语 就会有语 像现在开始有人 要 有一个观念就是 现在不是瘟疫正在流行吗 大家诵经 应该有 应该有这个一部经 除缺瘟疫经什么上 不管 念这个咒 瘟疫就会消除 我告诉你很危险 这种观念很危险 因为变成你就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 那你就会忽略真正能够解决的方法 印度不就是这样吗 他们到恒河里面 他们洗一洗 他们觉得 这个师婆神会保佑他 你看 现在又那么严重 那么 确实这种会让你陷入一种 非因 基因的观念里面 它也不是完全没感应 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感应 所以 佛法很明显的就是 你要找出它的苦因 真正的苦因 然后再用正确的方法消除这个苦因 这样苦才能消除 这个就是苦极灭道 那大多数的人违背佛说的这个道理 就是他有他自己一套的方法 而且这套方法 基本上跟其他的宗教是一样的 这是你念的经 你念 你念 你念龙王经 他念可兰经 他念玫瑰经 他念圣经 那么不一样而已 你拜的是阿拉 拜的是玛利亚 拜的是上帝 那你拜的是阿弥陀佛 拜的是龙王 这样而已 其他观念都一样 那这个不是佛法 好 我们先下课 我先下课